好我们前面讲完眼睛跟耳朵 侦测视觉 侦测听觉 侦测平衡觉 上面所介绍的感觉是侦测光波 深波以及重力方向 都是物理性的叫物理觉 我们接下来介绍味觉跟嗅觉 是化学的分子做侦测 叫化学感觉 化学感觉是很早就演化出来的原始感官 因为我们的祖先 可能从海水中演化出单细胞生物时 就要随时侦测海水中各物质浓度的变化 所以化学觉在细胞一演化出来的时候 就会出来 所以它是很原始的感觉 好那我们目前人类身上有名的化学觉 包含了味觉跟嗅觉 味觉主要是舌头的味蕾 它侦测是液态分子 就是溶于你口水中的一些 所谓的味觉分子 嗅觉感受器是在你的鼻腔 鼻粘膜中的嗅粘膜 侦测是气态分子 但这个气态分子依然要溶于水 溶于粘膜中的水 才能跟嗅细胞做侦测 这个概念就是气体要穿过细胞膜 要先溶于水 你要更让我细胞膜上的受体 侦测到这个化学分子 也要先溶于水 一切都要溶于水 但是原始状态 味觉是侦测液态或是溶于水的分子 嗅觉是侦测在空气中漂浮的气态分子 但都需要溶于水 这是味觉跟嗅觉 我们先看味觉 味觉主要是这个组织叫味蕾 所以各位我们要开始整理 我们这些所谓的感官都有一些特定组织 听觉是在科蒂士气 然后什么平衡觉 味觉班跟虎腹 大家知道 然后视觉主要是视网膜 那几个细胞 好我们看味觉 味觉主要是味蕾这一群组织 它是一群特化的皮膜细胞 可能有50到150个堆叠成一束 叫做所谓的味蕾 这些都是特化的皮膜细胞 味细胞就是其中一部分 味细胞它的形状会细细长长 上面有根毛跑出来 这根毛就是味细胞的味毛 味毛就可以侦测 溶于水的味觉分子 好一旦这个味细胞 侦测到味觉分子 它就分泌神经传递物质 下面就有神经 把信息传递 那旁边有些细胞呢 没有味毛 它的功能就只是支持 提供养分 所以叫支持细胞 好那通常的味 上面有开孔 这个孔就是味孔 这个味孔呢 就可以让那些 所谓的味觉分子 进入被里面的 味细胞的味毛侦测 一旦侦测 就分泌神经传递物质 把讯息交给神经 好重点是 这个细胞叫味细胞 味细胞本身是皮膜组织特化来的 它不是神经 而上皮组织分裂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寿命 只有七到十天就死掉 马上就分裂被取代 所以有一天 如果你喝到热汤 你的舌头烫伤了 你会发现你的味觉退掉 没有敏感 因为细胞死掉了 大概一个礼拜后 味觉就可以恢复 因为味细胞 七到十天就可以分裂一次 原来就死掉了 因为皮膜细胞 本来分裂就比较快 所以味觉的损伤 比较容易恢复 味蕾也比较容易恢复 好 那我们要看味觉如何产生 首先这些化学 分子融与水之后 就会透过胃口 进入到胃细胞 在上的胃码 胃码增转到 胃细胞就会引发神经冲动 产生神经传递物质 不好意思 它不会产生神经冲动 因为它是皮膜 皮膜细胞是不会产生 多多电位的 它是直接分辨神经传递物质 刺激后面的神经 才引发膜电位增加 到达预值 产生多多电位 好 那这个神经是谁呢 就是七颜面 跟九舌颜 脑神经的七跟九 七管控前面部分的味觉 九舌颜管控后面的味觉 好 这些味觉 透过四周转域 送到大脑的味觉感觉区 就让你产生了不同的味觉 好 这是味觉接收 跟虚拟传递的路径 跟前面所说的路径差不多 只是它的受气是皮膜细胞 就叫胃细胞 好 以上是味觉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 味觉有什么物质 可以刺激你 我们常常说 人类的味觉 大概有四大传统味觉 酸甜苦咸 这四个是旧的 但目前课本都介绍第五种 叫做甘觉会叫仙觉 目前人类的味觉 已经知有这五大类 酸甜苦咸鲜 酸甜苦咸鲜 没有辣 辣不是味觉 等一下会警示 好 我们来看甜 甜通常是糖类分子 葡萄糖 这个糖 它通常是不解离的 含氢气结构的分子 会真正 会让你的味毛上面的 甜觉受气发生反应 就引发甜的感觉 那咸呢 主要真正那离子 是那哦 所以有些人为了健康 会使用低那盐 不一定比较好 低那盐是拿 假离子取代那 你本来是NACL 现在变KCL 你在吃的时候 觉得不够咸 你就会加太多 反正摄取过多的假离子 还有绿离子 所以你会觉得 咸是因为那离子的关系 酸就比较简单 是氢离子 食物中有酸 偏酸性 吃起来就酸的 苦呢 通常是不解离 没有特定结构的有机分子 常常是植物的次级代谢物 例如葵宁跟咖啡因 有些这些物质 对人类有毒 所以演化上 你会让你觉得好苦 我就不敢吃它 但是有些人就爱那个苦味 反正拿来吃 或是咖啡 这是酸甜苦鲜 好 那最后一个是鲜 鲜是比较晚发现的 当时最先发表文章 是日本科学家发现 所以他用日文来做 英文上面的翻译 叫做ウマミ ウマミ是日文的 鲜美的鲜的感觉 所以像有些西方的文 作者或是课本 也直接把这个味觉 叫做ウマミ 就是日文发音的 它主要称色是 浮胺酸 这种氨基酸 提醒大家 目前我们的翻译法则 浮胺酸 氨基酸的氨 主要是用肉质比较好 浮胺酸 浮胺酸是什么呢 就是味精 味精的成分就是浮胺酸钠 好 那当时日本人发现 什么呢 他们在熬那个昆布汤头 为什么你觉得 喝昆布汤头很鲜美 为什么柴鱼汤都很鲜美 因为里面有浮胺酸 然后浮胺酸经由受气增测 会让你产生鲜美的感觉 所以产生这个ウマミ的感觉 它是浮胺酸 而浮胺酸就是味精 浮胺酸会让你觉得 食物变得比较鲜美 那个鲜卷酸 好 那这是这些感觉 那我们的讯息 如果浮胺到这些化学分子 有一群 有一个叫讯息传递的路径 叫做第二传讯者 这个先打问号 我们还没教 下一节课就会讲到 大家只要记得 我们的胃细胞浮胺道 味觉分子 它又让细胞里面产生 像这个东西叫小CAMP 这个也还没教 它是什么呢 它又叫做第二传讯者 它是什么呢 引发一些白饮食的 这个细胞分泌传心传递物质 这叫做胞内虚极传递 我们等一下再讲 内分泌的时候 就会提到这个观念 我们先跳过它 之后再回来 海上这些都是味觉刺激骨 那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人会流行这个说法 叫做舌头的味觉地图 就是你舌头不同位置 对于不同味觉 有不同的敏感度 像田是在舌尖 酸在两侧 咸也是在两侧到前方 苦在舌根 这叫舌头味觉地图 这是错的 这已经被证实是不对的 当时讲这个说法的科学家 其实它是误会别人的意思 因为你每个味蕾 味蕾是很多味细胞 50到150 每一个味蕾中 不同的味细胞 就会含有感应甜的味细胞 感应咸 感应酸 感应鲜 还有什么 感应苦 都有 所以每个味蕾 五种感觉都能感应 只是密度浓度 比例可能不同 并没有这样子什么 舌头 舌尖对甜比较敏感 舌根对苦比较敏感 这个手法是没有的 所以这是打叉叉 而且很多味道是所谓的混合 它有很多感觉在一起 例如我们常说的蜡 这个感觉 蜡并不是味觉 蜡其实是皮肤觉 它是热即痛 热即痛 再加上其他的味觉跟嗅觉 混在一起 就是你们一般生活中所讲的蜡 你们会有这个经验吧 我好爱吃这家麻辣锅 隔壁那家麻辣锅 我爱 为什么都是蜡 蜡就是又痛又痛又热 它的比较香 它的味道比较鲜 它的味道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所以蜡是痛加热 再加其他 混合在一起叫蜡 所以你把它拆解 它其实是有皮肤觉的热与痛 再加一些味觉跟嗅觉 这是蜡觉 好那我刚刚说的 这不同位置有不同敏感程度 打叉叉这是错的 好所以我拿出来跟你讲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那目前的研究就是 每个味蕾有不同的味细胞都有 以上就是味细胞类型的介绍